這遊戲是Steam上面的啦 一百...一百三、一百四吧 這名字...恐懼之腳 腳之恐懼 恐怖牛頭牌、牛角麵包隨便拿 然後是一個... 沒有中文的類似RPG的遊戲 吧 大概吧 禮拜天的早晨 吉姆 欸?可以玩了 是RPG的做法做了吧 調查也可以用E 冰箱是空的 這人好小喔 嗨 喔 我是記者 吉...吉姆 照片 這可能是老婆跟小孩啦 這家超級黑的 這要如何紀錄啊 如果有需要的東西吉姆會撿得起來 就是像RPG的玩法一樣啊 你要用東西你就是開啟這個類似包包的東西然後點它去使用就對了 一個大致上的... 操作講解 我等一下再看遊戲會不會太大聲啊 紀錄 電腦是紀錄 有些地方怎麼這麼黑啊 PIZZA PIZZA來了 謝謝 掰 來 坐下去 坐在你的桌上吃PIZZA 呵呵呵 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PIZZA GAME 邊吃著PIZZA還要邊看著自己的老婆孩子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吉姆 SAN...SANRI...SANRIMO 我36歲了 我能夠照顧自己 這個...這個要叫做我獨立自強 自主 每天早上出去工作 然後...不...不吃太多的肉類 就是健康生活這樣啦 每個禮拜六晚上 SANFIELD 這是什麼東西 是那個...電視節目類的啦 真是個好節目 我的父母... 希望我學什麼 記者...希望我當個記者 還是什麼...還是不喜歡啊 我沒有在記耶 隨便啦好不好 好不好 阿金腦袋很差啊 我的英文有的時候記不起來 他們覺得這是對的 我在...我在... 新聞界 也算是... 故中好手 他做的...他的工作... 他做得不錯就對了 他想要變成一名藝術家 畫一些動物啊...生物... 之類的畫作 每天 我的老婆布...布林達 布林達 還有女兒瑪莉 非常的... 可愛 家人非常可愛 我什麼都不想要 沒有慾望 在講殺小 他的生活是一個中規中矩的人生 沒有什麼太大的慾望 就是每天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也等於是他的興趣 獨自一人 與世無爭 還有個老婆跟女兒對不對 人生就等於是美滿了這種感覺 為什麼一開始才... 遊戲就有一種好像已經到結局的感覺 到底在創造小 但是我感覺 如果我順著河流下去 什麼意思啊 他就是類似就是跟著生... 人生的潮流很順暢的下去 生活中沒有什麼太刺激的... 奇怪的事情突發狀況 純粹的就是在等自己變老 等...等著去死 等著老死 他說什麼啊 在他撞牆之後 他是拿他老婆去撞牆 還是他家垂牆 還是什麼鬼東西啊 他決定 帶著女兒 去... 住旅館 離開個幾天 去把事情搞清楚 那這傢伙是 覺得生活太無聊了 所以做了一些 暴怒的行為對不對 還是他純粹就是 沒事想用頭撞撞牆而已啊 應該不是老頭...老婆撞牆吧 白癡喔 所以我現在坐在家裡 只有冷掉的披薩 還有一些藥丸陪伴著我 讓我清醒 讓我的意識清楚 這邊稍微快一點 每天就是沒事吃藥 有一顆牛角藥丸 現在讓我吃藥吧 喔 這遊戲其實還有很多奇怪的2D畫面 開害了開害了 到了世界的另外一端了 吃完之後就開始去撞牆 呵呵呵 手機啊 到底講到聲音之後就真夠擊掰了 呃...哈囉 我很抱歉這麼晚才打來 我要找吉姆 那個...播報員 他的專門專業是關於 靈異現象的播報員 喔原來吉姆是幹 靈異現象的記者 我就是吉姆 我要怎麼...我要怎麼幫你的忙 你上禮拜有聯絡過我 關於你下一次... 論文 你的...新聞論文 要寫的關於靈異現象的...報導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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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關...這邊關於靈異現象的傳聞是真的 有一些奇怪的事情 一直在發生 我已經跟他講好要調查靈異現象 然後現在就是要去就對了 這就是217號了 但是沒有人回應 門是開的 我可以先記錄一下 這什麼都可以點嗎 電腦唯一... 的功用就是讓你記錄 就這樣了 為什麼我們要... 買那麼多的老符文呢 喔唷 這是...這是一個關於惡魔遊戲對不對 但是這個遊戲也太黑了吧 主角希望能夠來一個手電筒之類的 幹嘛呢我根本看不清楚門在哪裡啊 這邊可以走啊 我已經走到虛空裡面了呢 欸靠北那邊有人坐在那邊欸 這遊戲能不能亮一點啊 這遊戲能不能亮一點啊 先到處調查一下 這邊有個牛角 不會吧這要解謎 第一個蝌蚪 F O 嗯? UZ 上面的圖案沒什麼... 變但是... 唯一變的是下面十... 十一、十二 然後兩個相同的... 五號的... 英文字不一樣 這什麼意思啊 這是謎嗎 爛話 我先不要去點那個人啊 我先看一下... 唉唷 爛掉的豬頭 超級臭 上面都是...蛆 遊戲好像有很多的... CG喔 這誰啊 蛤? 我是吉姆 我是記者 我是記者 抱歉打擾了 幹 這是怪物吧 可以講話欸 問他 你是誰 你看來正在... 擔心著某些事情 我可以幫你嗎 他剛剛是放屁還是三小 我們並沒有好好的溝通 電話 我來到這邊是因為有電話打來 他一直在流口水 吐口水 耳爆了 我想他根本沒有在聽 傳聞 你可以告訴我關於這附近的傳聞嗎 幹他媽我可以揍他 有沒有這個選項揍他 這棟公寓 你在這棟房子裡面已經很久了嗎 你在這棟房子裡面已經很久了嗎 問他根本沒有用啊 有沒有什麼吊草 哇 好像沒有 我現在拿肉塞給他嗎 我把那個豬頭塞進他嘴巴裡面 一直唸到他覺得很痛苦 然後他就開始講話了這樣 喔 欸 畫面會變耶 我還以為一隻要用很遠的距離 梅杜莎的畫像 看一眼就變石頭 萌娜麗莎 萌娜麗莎 唉唷 有沒有看到 萌娜麗莎的臉變耶 開始出現各種奇怪的靈異現象了 哪裡啊 哇 這是哪裡啊 幹 有人欸 怎麼有個女孩在這邊 哈囉我是記者吉姆 我接到了 我凌晨的時候接到一通電話 邀請我來這邊拜訪 我就自己走進來了 因為門沒有關 我聽過有關你的傳聞 你就是寫那篇 關於奇異靈異現象 狗屁東西的記者對吧 沒錯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你覺得我們這裡很恐怖嗎 我反而對 這裡的謠言 這棟建築物的謠言留言 很有興趣 我來這裡不是要跟誰 任何人做對的 我只不過在跟你開玩笑喔 老兄 我在現實生活中 不太喜歡談論自己 或者是說自己的事情 老實跟你講 你想要了解我的話 就去推特吧 在我推特上面follow我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事情的話 你聽起來就像我女兒一樣 你女兒也會在暗網瀏覽嗎 瀏覽暗網嗎 不 隨便了 我想要去 我看我還是去到處去調查一下好了 我想你已經看到我的老爸 喬瑟夫 坐在輪椅上 他是一個奇怪的人 在他發生意外之後 他就把自己就是 坐在輪椅上 然後就 就卡在那邊了 原來那是他老爸 你老媽已經忘記 我要來拜訪了嗎 誰知道咧 在他散步回來之前 你可以在 這個房子裡面到處看看 喔對了我差點忘了 希望你不怕狗 因為 你會有很高的機率遇到 尼布爾 他家的狗吧 別擔心他是一隻好狗 傳聞 在很久之前 流出謠言 的 公寓 是村子中的屠夫 還有他的老公 屠夫是女的 他們在這邊生活了好幾年 平靜的生活 哇還有故事可以看到 靠北這馬戲團 直到有一天 馬戲團 在那個房子附近 要表演嗎 他們一定會先蓋一個帳篷 他剛好就是蓋在那個房子附近 那 當他們去拜訪馬戲團的時候 屠夫的老公遇到了 米蘭達 一個漂亮的羅馬尼亞女人 這 這是沾斧師啊 哇 哇 我不用看文靜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他老公一定跟這個女的 然後就是 思通還是殺小 然後他老婆生氣了嘛 他老婆是屠夫 就把他們兩個塗了 然後拿去賣了 對不對 哇被老婆看到了 但是屠夫終於發現了他們兩個人的事情 他非常的狂怒 女屠夫戴了綠帽 隔天 當米蘭達 準備要見 屠夫他老公的時候 他看見了屠夫 拿起了屠刀 高舉過頭 揮了一刀 哇 他躺在那邊等待死亡的時候 他詛咒了女屠夫 還有他們家的房子 過了沒有多久 他的老公 生了一場大病 非常嚴重的病 所有的 這些屠夫的這些馬青團事情 都發生在大概十年前 我都試著避開那個地方 尤其是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維修人員 戴達羅斯先生 他就是那種 工人啊 各種修理各種東西 類似水天工之類的吧 他負責森林的維護 你可以謝謝他 房子裡面的所有的機器裝置 各種東西都是他在維護的啦 他的發明能力 非常驚人 我想去調查一下樹林 唯一條路就是 那這個鎖子的門 就在公寓後面 剛好他有鑰匙 可以給我嗎 那我們就來做個約定 你找到 木牛的話 你找到那個維修工 做給他的木牛 我就會幫你 木製牛 蠻小的東西啊 你如果是說 乘馬機我還了解 什麼木牛啊 木牛是啥小 木製的牛可能是一個 玩具還是什麼東西啊 靠北要開始解謎了 應該是這樣啦 牛吧 女人進去牛裡面 跟牛交配 然後生出 懷孕了 生出一個牛人 這個順序應該是對的吧 這個順序又是在創小 小時候我吃過狗食 我吃過狗食 嚐起來味道 半好半壞 波賽頓生化 電池 蛤 這不是我遊戲當料 啊我遊戲 這玩一玩還會出現奇怪的 是什麼恐怖 恐怖第四次元啊 我在哪裡 這是我 吃藥丸的後果嗎 效果嗎 我 哎呦 幫我復仇 等一下喔 這個應該是那個 馬戲團那個女的對不對 對不對 我的頭啊 媽的 明明這邊有房間 你們看得到 房間跟房間之間的通路嗎 我他媽完全看不到 我一直在走出地圖外這種感覺 什麼東西 假牙 喔假牙是給他老白放的對不對 他老爸是因為沒有假牙所以講不出話來還是怎麼樣 他們家房間怎麼那麼怪異啊 隊長 包裹裡面裝滿了各種奇妙的魚 還有一大堆藍姆酒 為什麼這個房間都是用小丑在裝飾啊 這該不就是那個女孩的 房間吧 那個小女孩非常喜歡小丑 你去看娃娃吧 你去看娃娃吧 猴娃 娃娃 靠北這畫面下面那個字你們看得懂嗎 它四個娃娃頭對不對 中間下面有一個英文字 我的臉要貼在螢幕上面才看得見 XIV 可以不要這麼黑嗎 這其實不能調亮度嗎 而且很奇怪他們住在這種 謎題屋裡面 如果我是記者對不對 我就會對那個小女孩嚴刑拷打 把他頭拿去撞牆壁對不對 你要不要告訴我密碼 你直接告訴我密碼好不好 這樣動動動動動 把頭撞包 這些謎題一定是他們家的人想出來的啊 絕對的嘛 A B C C D E F F G H I J D D E F G H F G I F I G H F I G H 唉 無字天書啊 F J G H 隨便啦 幹 他媽無字天書 最好是 最好是不看提示能夠解得出來啊 我覺得喔討論區的作者會直接 放那個解謎提示在這邊是因為真的他媽沒有人解得出來 你的謎題真的是難道解不出來所以他才會放在那邊 你們信不信 要不然正常的解謎喔不會做這種事情的啦 因為大部分人是想要享受解謎的那種有趣的感覺嘛對不對 就豁然開 豁然開朗啊知道這個謎題 喔原來是要這樣搞之類的 他直接放謎題出來代表說根本沒人會解好不好 好 我又拿到一片 我有兩片石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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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感覺都不對啊 我到底是要對中間的三角還是外面的三角啊 這樣啦 哈哈哈哈 他們手伸出來對不對 他那個 手 食指跟中指 剛好就是那個 圖片三角形的尖角這樣 呵呵呵呵呵 這不看提示怎麼過啊 謝謝喔 所以是我要找 第一次就對了 有一個 宇宙的中心點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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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是不是往左邊看那一隻 D4 D4是什麼顏色啊 手機剛好有拍圖 D4是藍色 幹 喔 開門的聲音 紙板 我現在手上拿一袋的東西 然後勒 看一下 我是不是應該先把假牙還給 還給他老爸 這裡能不能裝啊 不行 恭喜 過了第一關 這很奇怪欸 我在想喔 打電話叫我來的那個人 就是我現在要去森林房子中的主人 女主人 我電話就不能回摳說 欸 太太 我現在在這棟房子裡面 你可以來接我嗎 有一個小女孩要我 做一大堆奇怪的謎題 我解不出來 你可以趕快過來嗎 趕快帶我去你們房子嗎 這樣不行嗎 我幹嘛在這邊玩這些 有的沒有的垃圾東西 這記者他媽的也太好講話了吧 他出去散步不帶手機是不是 那我就直接睡在這邊了啦 他終於一天會回來吧 嗨 欸 喔 找到假牙他可以吃肉啦 啾啾啾 呱呱呱呱呱呱 哇 吃好爽喔 幹 這個畫面好噁心喔 不會 是不會拿餐具是不是啊 吃爽了沒 阿 阿都是蟲他這樣吃喔 幹 阿他女兒怎麼那麼不孝啊 不來照顧老爸吃飯一下 那看他吃蟲這樣 他吃飽了之後 就睡著了 這邊有東西欸 下面有地下室欸 上面是掛著是腸子還是什麼 豬的 不想要看著床太久 我...我好累 要不要看一看自己睡下去 怎麼都看不到沒錯啊 沒有在好笑的 我可以看到木頭的什麼東西 在這扇爛門後面 木牛就在後面 不得 喔 木 木牛 終於 喔喔 喔喔 靠北是誰啊 蛤 蛤 我這是要逃哪裡啊還是怎麼樣啊 蛤 幹 這邊按QTD我看到了啦 這按太慢是不是 這就是女屠夫吧 故事中的那個 喔 這怎麼玩啊 又黑又快 欸 床可以抖啊 太黑了這裡 我連他的腳都看不見 蛤 喔喔 過來 而且 我剛剛後面想跑對不對 他老爸就擋在那邊 我完全不能走欸 他老爸該不會就是故事中 跟馬戲團女搞上一腿的他老爸吧 這樣想一想 他說受了詛咒病得很厲害嘛 所以他老爸坐輪椅啊 這樣有沒有道理 好像不是喔 他老爸怎麼在床上睡覺啦 他平靜的睡著了 幹他媽他剛剛擋在我後面呢 他老爸是在睡覺啦 啊 啊那個 劈頭女 怎麼不把他老爸也一起劈啦 哇幹 What the fuck 我 幹 這突然就要玩個QTE欸 欸我過了沒啊 我自己在走欸 我靠他 呼呼呼呼 allora 門鎖住了 講完機路哦 ٍ 馬丟 這遊戲的這種 動作劇情其實還可以啊 但是解ố好餵 好難喔 然後畫面希望能夠 大一點 你還好嗎 你有看見Care Taker嗎 那個劈頭女就是他講的care-taker 那個就是care-taker 他試著殺了我 其實我已經死很多次了 你不應該去地下室的 他現在非常生氣 我很害怕 我的狗不見了 我希望狗陪我 你可以早點警告我的 我去地下室是為了要拿你的笨牛 對不起 這是答應要給你的鑰匙 呃 劈頭女看來跟你的老爸很親近欸 沒錯 蛤?那不是女的喔? 劈頭男欸 那個不是女的欸 他是用he 不是用she 捏 他照顧喬瑟夫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沒有告訴別人這件事情嗎 叫劈頭者好了啊 破頭者 破頭者可以消失在暗影中 根本抓不到他 警察對詛咒完全無能為力 他們絕對不懂 不了解為什麼 你就不能離開房子嗎 如果有這麼簡單就好了 記者 記者 心念一轉 跟女孩說 來吧 我養你 然後就帶回家了 然後就出現了 故ending 十年計畫 這個ending好不好 我必須把這件事情查捨水落石出 還有什麼事情我需要知道的嗎 如果你進入樹林的話 確定 要走在道路上 那個 那些草堆裡面放了無數的陷阱 那個維修工先生是用來抓動物的 OK 要想起來那個破頭者 他會潛入暗影 然後又出現 然後各種 哇幹 剛剛講完又來了 喔喔沒事 這次不用按 衝他小 真的是他們瞅一瞅就突然要來個QTE欸 破..破頭QTE 拜託 不要再來謎題了 好黑喔 那一定是他們家的狗 他 被陷阱 抓到了 沒有死還活著 他眼睛也好也太噁心了吧 他沒辦法整 蛤他已經救不了了 要選擇結束他或者是無視他 無視他 這有差別嗎 還是我一定要寫結束他 還是我一定要寫結束他 Finish him 蛤 死了 就丟到旁邊去囉 他叫我跟著路走 好問題是這邊的路子超級黑欸 記錄點 新喔 又是解謎 又是解謎 鼻子 吉他 喇叭 喇叭 幹不要吧 全世界都在解謎 我走這邊對不了 靠北是三小 鏟子 喔喔喔這是那個工友啦 對不對 你沒想過你射太多陷阱了嗎 說不定會傷到別人喔 有一隻狗已經夾到了 呵呵呵 不要告訴我那隻狗 喔 可憐的東西啊 我們不應該告訴小女孩發生了什麼事 不管你做什麼 沿著路走就對了 千萬不要走出森林 直接拿走 噁 噁 噁話不說 他是屬於你要先調查到第一樣東西 然後跟你說 喔你需要鏟子 你再去剪鏟子 才剪得起來的遊戲啦 他是有一個固定步驟在的啦 就變成說很多地方也不能跳關 不然 必須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解 我一直按到TAB 挖到了什麼 死人骨頭啊 我感覺不太對勁 看起來他的 什麼東西有點遺失啊 看不太清楚啊 骨頭一部分嗎 啊我就這樣整具好好的挖出來這樣 媽媽找到了 這個森林裡面到底還有哪裡有路啊 幫我解惑一下 我到底要往哪裏走啊 我連路都看不見 這都死路了嗎 阿靜有撿到一個十字 什麼十字啊 所謂的十字要去哪裏撿 所謂的十字要去哪裏撿 右邊下面可以撿到東西 正方形三角形 圓圓圈圓圈三角形 圓圈三角形 哇靠北 你們說這邊有東西在哪裡我怎麼沒看到 這邊只有一張提示圖而已 而且我最討厭就是這個遊戲喔 阿小 二位要來了 這遊戲的解謎提示都好遠 這遊戲的解謎提示都好遠 呃 正方形 啊靠北 正方形三角形 圓圈圈圈 Holy shit Holy shit 他這邊沒來個紀錄點之類的喔 靠近一個人坐在火爐前面 思考著為何遊戲要做得這麼難 又是什麼齁 哇 哇 蛤 我滑爪壞掉喔 這個人 這是在幹嘛 在幹嘛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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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撿到了欸 你說這個十字要給剛剛那個骷顱頭對不對 大大大大 嗚欸 嗚欸 靠北 老天啊我差點心臟病 他說 喔對不起喔他剛剛有點 精神緊繃之類的 快快抓狂啊 他說你是誰啊來這邊幹嘛 我就是吉姆啊 你一定就是戴安那那 戴安對吧 是你打電話叫我來的啊 你忘了嗎 他 他還記得不過他剛剛睡著了 他一醒來就聽見你 所以他就以為是別人啊 他就嚇到了這種感覺 破頭者 破頭者 破頭者到底怎麼回事啊 你絕對不要去地下室 那個就是 破頭者帶我先生去休息的地方 我先生跟破頭者 有某種聯繫存在 我只知道這樣而已 他說我們可以在地下室的時候 偷襲破頭者 然後他說 你以為我們沒有試過嗎 他可以穿牆 甚至是消失在黑暗中 馬的根本抓不到的意思啊 到了最後我敢 我保證 我很確定我們都快要瘋了 他們變成說 原本那個房子有破頭者 跟他老公嘛 有種某種連接 他們就想說 啊算了解決不了對不對 他們就住到別的房子去了這樣子 他們遠離那那棟房子 也犧牲了很多事情 然後他讀了主角吉姆 很多關於靈異現象的文章 所以他才覺得說 喔說不定主角能夠幫助他們 把破頭者處理掉 馬的 我不是 我不是驅鬼大隊的 不過 我也不會半途放棄 正在調查的事情 我會想辦法 看看我能做些什麼 團言 所有的這些事情 就跟那個馬戲團的 旅人的詛咒有關 讓這個區域開始 接近 慢慢死亡 賈瑞你告訴我這些故事了 你自己小心 他還有一些事情要自己去處理 殺小 怎麼有人名在上面啊 賽弗D 約翰W 菲尼克斯K 凱文L 蛤? 這是死亡名單還是什麼小 還要拍起來喔 還要拍起來喔 我覺得我是不是接近尾聲啊 我不想拍了 沒有記錄點 在這遊戲中一舉一動 都是謎題都是提示 他只要有特殊的 獨立畫面出現的東西 都 是謎題 我這邊一路回去 剛好可以記錄一下 然後去那個 骨頭那邊對不對 把那個十字胸針 十字迴章放回去看看 應該就這樣沒錯了 這遊戲我已經玩了他媽的一個小時45分了 他媽的花時間 喔 嗚 忽幻亡靈 米蘭達需要這個才能安息嗎 這是米蘭達 就是那個馬姓團女的屍體 然後 完了啊 接下來勒 喔 幹 幹 我被推進 喔原來後面是水喔 太黑了 我實在看不見啊 他說出來吧 讓我們結束這一切 我手上拿著 我手上拿著鏟子耶 開始要對決 跟亡靈對決耶 好帥喔這邊 這要決鬥喔 好帥喔 這他媽只能一人一下喔 欸沒有沒有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立回一下 他不就好險他媽的 我有在玩快打 哈哈哈哈 有沒有真空波動拳之類的啊 空氣太大了這個 他死了耶 我打爆破頭者 哈哈哈哈哈哈 欸 又到 又來到了這個地方 破頭者消失了 但是 我敢保證 鏟子應該是沒辦法解決他 完全就只是把他給打退而已吧 這什麼 哦 一路電 又是什麼 這怎麼不能電啊 我他媽的要在2D遊戲中 走3D路程這樣 好難喔 蛤 我是米蘭達 我需要你的幫助 這是我的幻覺嗎 我的兄弟 就是你們講的破頭者 還有我自己 我們是很特別的存在 我們 我們的暗影 暗影父親 惡魔 凱爾比 凱爾比好像是某個神話中的 鬼怪妖精對不對 我這個名字好熟喔 什麼 充滿我們的靈魂還是什麼東西 破頭者為什麼要殺我 他要保護我的 靈魂之類的 就好像我愛喬瑟夫 等於是一個保護的動作 他要把接近喬瑟夫的 威脅都幹掉這樣 惡魔卡比 惡魔卡比 喬瑟夫 就是女 屠夫的 老公 丈夫對吧 也就是把你在湖邊殺死的那個人 沒錯 所以喬瑟夫被詛咒了 因為他愛我 我是 惡魔的女兒 喬瑟夫一定要吃人肉 才能活下去 所以我們看到桌上那個豬頭 其實不是豬肉 那片肉也不是豬肉 他拿起來 在吃的那個畫面的那一塊 其實是人肉 女屠夫戴安 會幫喬瑟夫準備好他需要的肉 剛剛我們看到 戴安房子裡面那張紙條對不對 什麼凱文A啊 什麼什麼 馬克L啊什麼的 那個就是已經被殺死的人的人 那個就是已經 被吃掉的人們 所以是戴安殺了他們 不對是戴安殺了你 戴安的其中一個愛人 快要被獻祭了 去救他 我要怎麼救啊 回到戴安的小屋 那你不會叫你的兄弟去殺了戴安嗎 那你不會叫你的兄弟去殺了戴安嗎 戴安是 戴安的附近有 有 符咒保護啦 簡單講啦 我們不要講得太複雜 所以他沒辦法接近 然後 破頭者因為剛被主角打敗嘛 他這個恢復期間 他沒辦法去處理戴安 所以變成說主角要肩負其 去打女屠夫的責任 這樣講起來 媽的就不能給我一個武器嗎 我就只能拿一個鏟子 你知道嗎 我必須回到女屠夫的小屋 結果打電話叫我來的這個 才是殺人兇手 但是這樣想想 他為了要延續他老公的生命 就殺了很多人 這到底是對還錯咧 我覺得是錯的 幹他媽又來QTE了是不是 我 我 救我啊 救命啊 老天啊 是戴安這樣對你的嗎 他瘋了 我不是第一個 他行求的 對象 他把人切開 用電鋸切開 丟到那個浴缸裡面 呵呵呵 他感覺戴安好像被惡魔附身了 這是什麼惡魔宗教式 惡魔儀式 我會把你救出去的 那個 那個盒子 控制了行求裝置 用他救我 喔有了 欸幹是成功還是錯啊 哇 謝謝謝 呵呵呵 這當然是成功還是錯 還是本來就應該會這樣死掉啊 謝謝謝 他還沒死吧 啊我還可以站在他前面 這樣子 他還沒死 他還沒死 記者還可以站在他前面 跟他講話 或者是做一些動作說 不好意思啦 沒辦法啦 然後這樣 然後他就死了 幹 他老公跟 女屠夫 說你做了什麼 吉米先生 吉姆先生 你身上帶有米蘭達的護符當作保護 但你還是想要利用我去對付破頭者 就算破頭者保護你的丈夫 他還是 想要 幫他姐姐報仇 破頭者還是想要幫他姐姐報仇 有聽到 你聽到了嗎 喬瑟夫 那個記者開始了解了 你們這群怪胎 這女屠夫的臉怎麼變這麼噁心啊 喬瑟夫 你的晚餐還是 還是溫的 還沒涼掉喔 不要擔心 我會把事情處理好的 我會把事情處理好的 阿幹 他就在前面吃死人喔 阿幹 我要報警囉 你們完蛋了 你最好退回角落吉姆 這裡沒有逃出的地方了 這裡沒有活路了 我會讓你像隻豬一樣的流血致死 然後喬瑟夫就會喝你的血 有種就來啊 他們好像也沒有很強嘛 哇靠 喬瑟夫要把女徒夫掐死了 老天啊我做了什麼 這是警察開門 屁勒 我才剛掐死變態殺人魔然後警察就來了 那這樣子誰可以當我的證人啊 哇 跟老婆女兒重去的日子就這樣子消失了 美好的回憶 慢慢的 遠去 背鍋俠 媽的 這遊戲不是這樣演的吧 如果我不掐他會發生什麼事啊 還是說都一樣啊 還是說不 不掐不行 所以當你吃了藥之後 你前往旅館 你女兒跟老婆在那邊的旅館 然後殺了他們 對不對 搞屁喔 我 我眼中是看到是殺了女徒夫 結果是殺了自己的老婆跟女兒 你陷入大麻煩了 吉姆先生 告訴我這是一場惡夢 這樣我就可以早點醒來了 我老婆跟我有點意見 衝突 但是 我不可能會殺了他啊 我不信 這太恐怖了 吃藥 你從哪裡拿到那些藥的 我從一些 帶著 安全帽的 騎士 送披薩給我的時候 藥丸就在 披薩盒子裡面掉了出來 隨地亂撿亂吃 那個藥丸上面有什麼 特別的記號之類的嗎 有牛角在上面 印在上面 你說了有關於房子裡面的事情 我必須去他們的房子 嗯 為了要寫那個靈異現象的文章嘛 就是這些來龍去脈嘛 所以他才去那邊 他說為什麼會有人想要做這種噁心的藥丸給人吃呢 因為他想要製造混亂 還有 有 混沌 在我們的社會上製造這些亂象 現在 讓我們帶你回你的牢房吧 我們可以 晚一點再繼續討論這些事情 哇 靠北這到底是我幻想的還是怎麼樣啊 就算在我的牢房 你還是 追著我 不過我已經不再害怕了 再過幾個小時 藥效就會過去 你也會消失 我就是設計來 我就是被設計 來身為你的 折磨者 還是殺小 遲遲不要這麼艱深好不好 馬路看不懂啊 破頭城拿的武器原來是鼠標的暗示喔 有些人很容易就可以忘記你 就像其他的 虛構角色一樣 我就是兇手 這不可能 我才不要聽你說這些屁話 他要連接其中一個玩家欸 他要讓他相信 有程式欸 欸吉姆密我了 吉姆現在 正在遊戲中 跟你一起遊戲中 他說他媽的這是什麼 住手 哈哈 讓我出去 哈哈 幹 吉姆好慘喔 啊我現在怎麼辦 去死喔 吉姆突破 突破第四面牆 吉姆突破了城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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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剛剛用你的頭去撞桌子了 喔 我們在故事剛開始的時候他老婆女兒離開嘛 就是出去外面住嘛 我們不是有講到一段什麼 搞不太清楚什麼他 他去用頭撞牆還是他老婆用頭撞牆那一段對不對 實際上是吉姆自己用頭去撞牆 因為吉姆可能本身身精神就有點毛病了你們知道嗎 他從那個時候就在嗑藥的這種感覺啦 對不對 是我殺了我的家人嗎 你現在還處於幻覺中 你丟了那片披薩你吐了那片披薩 然後就去睡覺了就這樣 電話啊 我是在打電話給我老婆 他不接我電話 冷靜 冷靜 你覺得你殺了他們 然後又跑回來要吃完你的披薩 冷靜點 不要這麼蠢 滾出我的頭 我想要知道真正發生什麼事情 我會去Hotel看看我的老婆跟女兒 這一次我不會再犯錯了 所以我要把我的槍留下 OK 講得好像時間回溯了一樣 怪物一直坐在我家欸 吉姆你現在在一個輪迴中 不要麻煩了 就在這邊陪我吧 呵呵 你最愛看的節目 今天晚上會有喔 我才不看欸 幹 我才不看欸 就像一個人偶一樣變成操作 哈哈哈哈 幹 你完全迷思了 所有東西都搞混在一起 我才不要在你的頭裡面呢 但是 哈哈 我找不到笑點 要講什麼啊 這遊戲越來越亂了 如果你繼續走下去的話 故事就會結束 輪迴就會一次再一次的繼續產生 回到你的公寓裡吧 我不是某 我不是某人的人偶 讓我走 相信我 你再繼續走下去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讓我們玩點小遊戲吧吉姆 哈哈哈哈 他說他沒有帶槍 但是他還是有啊 靠北三小 這邊要幹嘛 咻 喔 開始被射擊遊戲了 這個打三小 他的攻擊將一定要維持血而已喔 他會補血欸 我怎麼知道號碼是多少啊 等一下喔 綠2424什麼 我還要再次攻擊我才知道 完全記不起了耶 好難喔 我連在最後動作遊戲場景 我他媽的要解謎 二四 二四一五 好難喔 金北要死啦 丟進垃圾桶裡面 成功了成功了 支援回收桶打敗了惡魔 吉姆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原本應該在永恆的城市中 繼續存在下去的 為什麼 結束了 我腦袋中的革命 腦袋中的混亂 沒有人能夠打敗支援回收桶 我開車來到了 開車開了幾分鐘 終於來到了Hotel 我終於 我找到了我老婆房間的號碼 然後門是開的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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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還在監獄裡面幻想阿 哭了 這吉姆的腦袋裡面的病到底是多重阿 他就好像在一個永遠出不去的腦內迷宮 以為找到了出口 以為找到了出口 結果卻是下一個入口 精神病患 神經病阿 哇 好可憐喔 再配這邊的音樂 再配上這邊的音樂 我覺得 吉姆好可憐喔 沒有了 沒有了 哇 不錯耶 好 好轉折的劇情喔 這提醒我不要醒過來喔 欸 還有製作的花絮耶 這讓我想到 欸 有觀眾說出了一個很 很 很意識的重點耶 很思考的重點就是 牛頭人只能存在迷宮中 意思就是說 他出不來 他就算可以出來 他在迷宮之外 也沒有存在的意義這樣子 對不對 他存在的意義就是在迷宮中 欸ww 1500 欸幹這個歌好有趣喔 我覺得他的劇情很離奇啊 他是...恐怖遊戲 配合不錯的那種 氣氛跟恐怖感嗎 時不時會有一些噁心畫面 獵奇畫面 都有 那故事就是圍繞在 馬戲團女 因為跟 某...某老公某丈夫 私奔嘛 私通嘛 亂搞 所以他老婆就 生氣 然後把馬戲團女殺掉 那馬戲團女被殺掉之後就丟下一個詛咒 詛咒他老公嘛 就是會得到重病 然後沒辦法恢復 就是像我們現在看到這樣 而且他還必須吃人肉才能維持生命 整體的劇情就是這樣 阿你就是作為第三者的記者 被叫去 那個小屋 調查什麼靈異現象 其實調查靈異現象 我覺得應該是女屠夫的 兩個意識中的其中一個意識 如果你能解決到破頭者 喔 你屠夫就自由了 可以到處去殺人 那你解決不了破頭者 女屠夫就把你殺掉 當成他老公的食物 等於對他來說是一個2700美的方法 所以主角吉姆 他不是第一個被叫去的記者 後面應該還會有更多的人 一直被打電話摳過去 懂不懂 做成一個糧食供應這樣 但是我們玩到後面 我覺得吉姆好可憐喔 吉姆他自己本身也有精神疾病吧 就是有點 不知道是精神分裂還是有那個 造育症還是暴力 暴力精神病啊 他應該就是打了他老婆 然後他老婆沒辦法 就帶了他的女兒去 助旅館嘛 他後面又不知道吃了什麼來路不明的藥 結果把他的暴力症狀 更凸顯出來 變得更有攻擊性這樣 然後又看到一大堆幻覺 這真的是他媽瘋子腦袋有動 後面玩到後 玩到後面喔 就變成 吉姆一直困在一個 一個 腦內迷宮中出不去啦 我覺得他是真的殺了自己的 女兒跟老婆 然後被抓到警局關起來 他一直在想說 這不可能這不可能 一定是噩夢之類的 可是這些都是幻想 我覺得劇情還不錯 很撲朔迷離 很有趣 然後加上有 加上 這雖然是個類似RPG遊戲的視角嘛 但他有很多那種 大畫面的 動作QTE阿 還要跟破頭者對決阿 欸這畫面 這個遊戲其實做得不錯耶 這個畫面 這個遊戲其實真的做得不錯 但是呢 我現在想講 想講一下就是我覺得這個遊戲 不好 不太妙的地方 解謎太難 這個遊戲的兩個最難的解謎 我真的就是去STEAM討論區 直接看作者提示 他知道這個謎題很難 所以他就直接在討論區 直接放攻略方法 解謎真的太難 前面兩個最難的就是娃娃頭那邊 還有拼拼圖那邊 這兩個謎題 其他的都還OK 真的 這個作者也知道啦 要不然他怎麼會給提示咧 對不對 然後第二點 第二點讓我覺得不爽的是 遊戲沒有亮度可以調 很多地方都太黑了 我都不知道在看什麼東西 媽的 明明旁邊有路 但是 完全都黑的阿 你操作吉姆走過去 他就在黑暗中行走 你們沒有發覺嗎 沒有任何的 亮度在旁邊 他也不拿個手電筒 我就完完全全 不知道是好像 走到bug畫面還怎樣 他就在 四邊無際的邊框 吉姆在那邊走來走去這樣 超傻的 黑爆了 其餘 除了這幾點之外啦 我覺得 作為一個140塊的遊戲 我覺得可以接受啦 娃娃頭底下那個數字喔 我跟你講我也看不到 我世界 我要這樣子看才看得到 媽的 好不好 我先把遊戲關了 原本想說這個遊戲 只要玩一個小時欸 哇 結果玩了兩個多小時 我稍微修剪一下啦 我先關掉啦